上次我们说到 赵小玉很晦气地说完那番话 陈虎真的没有她的福了 她只要说 赵小玉 我看大家真的要好好谈一下才行 你经常这样 对着我这么晦气 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不如这样 洛班 我请你吃顿饭 赵小玉听到 陈虎终于软化了 她这样才笑一笑 就这样上外面吃不行 所谓例上往来 上次我亲手和你包了饺子 你也要亲手煮一顿饭给我吃 也都要包饺子 行不行 哎呀 你这个刁蚊女 行 要在你家里包 行不行 好了 于是 陈虎就把赵小玉 带回去自己的一房一厅的单身宿舍里面 这个厅很小 其实呢 只有几平方 还要摆了一架洗衣机 和一架单车 里面那间房 还要兼着书房 和餐桌 三个书柜 一个衣柜 一张单人床 一张写字桌 已经将房 逼得挺闷的 但是 在房间里面 还冻着油画架 油彩条式板 乱糟糟地堆在水泥地上 墙上面 有陈虎写的毛笔字 和他画的风景画 在他的那张写字桌上面 不单只铺了一张 写毛笔字用的箭 还有几十支笔 挖在笔架上面 在窗台上面 摆了两盘茂盛的蓝草 写字桌的旁边 摆了个圆形的金鱼缸 在书架旁边 就只是一张旧沙发 赵小站在门口里面 都觉得几乎 脚都没地方插下去 但是 这间屋 虽然是这么凌乱 不过一切的感觉 都使他感到 是非常充满生机 和思义 看来陈虎 真是个热爱生活 又兴趣广泛 不过 又有些杂乱无章的人 他由每一件事 透露出来的信息 扬入着生活的芬芳 和进取精神的信息 洗对赵小玉 都感到这么新鲜 这么陶醉 陈虎望一间房 有点不好意思 哎呀 乱的 真是不好意思 搞得你坐都几乎没地方 但是赵小玉似乎好像很享受 他兜过油画架 坐在沙发上面 我就是喜欢乱 乱使人感到无拘无束 我喜欢你这个狗斗 陈虎啊 你还会画画的吗 呵呵 早就没画了 以前学了几年 嗯 赵小玉指着墙上有两幅油画画 是你画的 哎呀 几年前画的而已 乱来的 你不要笑我了 不是呀 多有味道啊 有点繁高的感觉啊 嗯 多好 不如送给我啊 终于拿去 但不要告诉人家 是我画的 好丑的 说完之后 陈虎一个人 就去厨房里包饺子 赵小玉反而很有兴趣感 看下这样 就翻下那样 陈虎的每一样东西 都使他感到很新奇 很亲切 来到油画架上面 翻了两番一看 哎 他疾住了 原来 油画架的画布下面 有一张白纸 用碳筆 画了个女人的头像 掃描 这个头像 正是赵小玉 画得都不知道 多么准确全神 在幅画的下面 有两个碳筆字写着 分手 赵小玉摸着这幅油画 不如得一阵感慨 颈的时候 厨房门一响 他知道陈虎要入来了 这样才立刻将画夹 放回原位 小玉 那 那些馅做好了 试下 味道对不对 哇 你都几快手的 嗯 好香 有我差不多的水准了 来 等我们一起包 两人夹手夹脚 好快就煮好了两盆饺子 陈虎又在雪柜那里 拿出一瓶长城红出来 放了两个酒杯 倒上了杯红酒 来 欢迎你入外 我这个狗头探我 干杯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干杯 吃了几只饺子 嗯 陈虎呀 哈 看不出 你煮饭 都几好吃的 呵呵 那 有你的功劳 也都有我的功劳 就好像说 君公将 有我的一半 也都 讲到这句话 陈虎才忽然间觉得 这样讲法 似乎过于亲热 当堂停口不讲 照小放下筷子 说 说吧 为什么不说 有你一半 也都有我一半 是不是呢 陈虎呀 你讲我听 那天 为什么 你一声不吹 要走出去 吃完再说 不行 那天你刚刚吃 你就走了 你一定要讲清楚 如果不是 我都不醒 我又轮转走 哎呀 那又何必呢 浪了多少心机呀 我那天一个人 还浪得多心机呀 你说不说呀 唉 陈虎放下筷子 他点着烟 说 小玉呀 我们现在 相处得很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 这个不是理由 你说心里面那句 我觉得 如果我们两个 一由同事关系 进一步发展 成为恋人关系 现在时机还未成熟 什么时机呀 什么爱一个人 还要等时机的吗 我 我还没讲得上爱呢 哼 没讲得上 只要小时 十一声站起来 走到油画甲旁边 打开了油画甲布 露出里面那张人物掃描 你的爱 早就画在上面了 上面有一日期 是你从我家 走了出来那一天 画上去的 这证明 你一直都挂着我 你是凭你的记忆 就将我画得这么准确 这么全神了 那难道不是爱吗 我 哎呀 陈虎的秘密 一下子被人揭穿了 当同学谷到面都红了 他一时有些手足无粗 伸手想将幅画抢过来 谁知赵小一手 就将幅画收在自己身后 停起空堂 对着陈虎说 你抢啊 你抢啊 你用暴力 夹硬地将幅画抢回去吧 我 哎呀 你怎么能够这样的呢 我才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 陈虎 我知道你爱我 你也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 我们两个一见钟情 两情相悦 那 有什么阻止我们两个呢 你到底为了什么 不敢接受我的爱呢 哎呀 但你从来都没有告诉我 你是赵书记的侄女 因为我根本就不当她是一回事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哎呀 如果你一早告诉我 我对你就会敬而言之 为什么呀 这个是我做人的原则 我知道 你这个人呢 从来都不喜欢拍人马屁 催严腐势的 如果不是 你早就不是什么处长了 我敬重你的人格 敬重你精神上的强大 但是 我是赵书记的侄女 那说明了什么呢 他还他 我还我 我从来都没有借用他的权势 和自己 找些什么好处 找些什么好处 我是个独立的人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以后 我就不过去阿叔那里玩 我就当 我没有这个亲戚 那行不行呀 笑容 你给点时间我都好吗 赵笑容 看到这个时候 陈虎都还要鱿鱼 他有点无奈地说 那好吧 笑容 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 当然了 我当然是好女孩 那 我们继续吃饭 好不好 吃 我 就要把你吃分够本 两人 大家笑了笑 这顿饭 才可以平平和 地吃了下去 在同一个时间 也是晚饭的时候 但是何可待 他一点想吃饭的感觉都没有 这个时候 他正在看着叶宝信 又拍到回来的 那几十张的相 其中 有两张相 他觉得特别有兴趣 有一张 是赵东方 跟一个中年男人 走出了全聚德的那间烤鸭店 这张相 何可待认得 跟赵东方走在一起的 那个人 叫做何叔 是香港商界的一个 举足轻重的人物 听说 他同时 还是香港某一个黑社会帮会的 抓拼人 自己阿爸和他 也都打过几次交道 有些大单的交易 还有些大的举措 阿爸都找到他 大家一起聊天商量 现在他 突然间又来找赵东方 那意味着什么呢 另外一张相 是阳可骑着摩托车 停在野山坡 摩托车修理部的旁边 和一个修理工在聊天 何可待觉得奇怪 杨可这个人 职得没美蛇 他要整车 需不离得这么远呢 城里面这么多收车 怎么 不是吧 野山坡 我是不是我爸死的那个地方呢 难道 难道他们和我爸的事有关 何可待马上叫叶宝信 重点调查 野山坡 你这间修理店 看看这些人的背景是做什么的 他们 在自己的父亲死的那天 到底在做什么 到了第二天 何可待回到自己公司的时候 他的秘书要进来告诉他 他听 说有个叫做赵小的女孩来找自己 何可待定神一想 已经明白 赵小的来意 他即时拿了几张纸 叫他秘书拿去福印一份 然后一会儿送回来自己办公室 接着就说 请个位赵小姐进来 等赵小一进来之后 他就说 小玉 错了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了 是吗 什么你会算命的 刚刚就会算这一着了 我还知道你是为什么事而来的 那你说一下 你想要参加我爸追悼会那些人的名单 是吗 赵小暗暗吃了经 他果然一鼓就鼓中了 是 可待 那你愿不愿意合作 你们给了我面 我都要给你面 我愿意跟你合作 什么我们给你面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和爸开追悼会那天 你和陈虎在外面负责征查 不过你们没下车 也没有打扰我的来宾 更加没有进到追悼会的现场盘问 算是给足面我了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么做 我都挡不住 最多是搞到天翻地覆而已 但是这个追悼会就肯定追不成了 那个是陈柱的意思 那我多谢他一声 看来他都有点水平 那当然了 我赞他而已 你好像比赞你自己还开心 你还说不喜欢他 你当初 都没那么着急 都没那么着急 招数略大讥讽的嘛 你不是真的想回忆过去吗 可代 名单 何可代入首要的秘书进来 拿了几宗福印纸给他 这些就是追悼会签到的福印件 所有来参加追悼会的人的名单 都是爸的生前友好 他们的姓名地址电话我全部列了给你 我要他们哪个都避不过去 多谢你合作 多谢 我不需要你多谢 何可代突然发火 我知道 你们现在查我爸 你要毁了我爸的名声 要使他死后还要受到羞辱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我永远都不想见到你 本来思思文文的何可代 突然间变得好像野兽那么野民 哇 朝小区看到的心都不敢有点惊惊的 可代 你冷静点 滚 你给我滚 何可代整个人 哇 已经有点蝎丝底里的样子 朝小区冷笑一声 令转身不再惨他 离开 何可代看着朝小区走的背影 他如露未消 站在镜前边 看着自己的样子 他的五官 因为愤怒已经变了形 他知道 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绝望 他的样子 也都因为愤怒和绝望 已经完全变形 变得很丑陋 很丑恶 他甚至是很讨厌自己 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希望 没有爱情的样子 自己什么都输了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输 就算我输 我也要找人陪我一起战士底 我不高兴 我绝望 我就要有人陪我一起绝望 于是 他马上要杨可 打个电话给朝东风 说自己现在 想见一下他 跟他一起吃顿饭 多谢他这么多年来 对自己两父子的照顾 既然上次朝东方 不得闲参加追悼会 那现在就请他吃顿饭 当是補备数 朝东方听了这番说话 他也都不想显得自己 太无人情味 于是 就通知何可代 说自己在地平线饭店等他 一于来这边 两兄弟就吃一顿法国大餐 何可代自己在公民包里面 塞了支左轮手枪 然后就叫了两个马仔 阿四和张喜金 一起就向着地平线饭店那里 开车直洗而去 来到饭店大堂那里 何可代停住脚步 四周围看一看 小小声对阿四说 阿四 你两个跟我听着 如果我今天死在这里 你们两个一定要 将我由正门这里抬出去 要经过这个大堂 阿四有点害怕 大哥 你想着来跟他拼命吗 那你真是想好 我们一定要站住进来 站住出去的 你是不是害怕 害怕你马上走 谁害怕 你说过的 他是瓷器我们江雅 怕什么跟他撼过 乱说二十四 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他撼的 我是要他惊 我要他招东方惊我 说完之后 他气宇轻昂地 向着里面走进去 入到一间偏厅 招东方带上自己的两个卫士 已经坐在墙台的后边 何可代在对面坐下 墙台上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台布 没有酒杯 也都没有鲜花 每人眼前 只在一个玻璃箭灰中 何可代冷冷地看着招东方 一声不出 招东方望着何可代 他一时间搞不清 这个组就已经没了靠山的花花公子 现在今天来找自己做什么呢 难道他真的这么沙胆 要在自己地头来找自己晦气 他于是 也都冷笑着回敬对方 或者一会儿 何可代终于打破沉默了 东方 我们两兄弟今天赌回一场 好啊 你想赌什么 何可代在公民包里伸出手 将一把左轮手枪 放在桌上 赵东方那两个卫士一见到枪 他马上扔出自己的手枪 对着何可代 啊死 和何可代另外一个卫士 也都立刻拔出手枪 对着赵东方 赵东方果然想不到 何可代居然这么沙胆 要找自己拼命 他这件纲碍 入来撼自己的瓷器 哎呀 真是有些操守不及 他面都有些白色 喂喂 何可代 别乱来啊 这间我的饭店 你千万不要乱来啊 不用紧张 通方 我说赌回一场而已 没其他意思 赵东方听到手一挥 那两个卫士 就立刻收起手枪 亚四他们也将手枪垂下 你打算怎么赌 何可代拿起那支左轮 打开转轮 装一粒子弹下去 然后将手枪放在桌上 突然间 将一枪 噓地推给赵东方 手枪沿着墙台 滑动了一段长的时间 停在赵东方的面前 你看看 只有一粒子弹 我们每人对着自己的头 开了枪 如果我死了 那就万事皆忧 如果你死了 那也算 但是如果我们两个都没死 你就答我两个问题 就是倒这件事 敢不敢 赵东方打过转轮 看到真的只有一粒子弹 他关上转轮 将一枪推回何可代 何可代就接过一枪 将一枪对住自己的头 就准备开枪 可代 喂喂喂 你不是看美国片 看得多 这些我们不是这样玩 我们两兄弟 有什么话不可以说 何必玩这件事 这才够刺激 怎么样啊 东方 你害怕 好吧 那换一个玩法 只是我开一枪 如果我不死得 你就回答我两个问题 要老实回答 行不行 朝东方怂一怂肩膀说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玩 我就只好同意了 朝东方想过 这样自己是真的好着素的 何可待自己要拿一条命来教非 关于他事 如果他死了 哎呀 那自己是什么事都没有 而且少了个心腹大玩 就算他不死 他问自己那两个问题 是不是一定要老实回答你 是不是老实 我自己说而已 那有什么所谓 但是表面上还说 我还是劝你不要玩 我们两兄弟有什么不说 换一个方式 好不好 不行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好玩 我开始了 说完之后 他左手拿去左轮 伸出一只手 在转轮里 出来一挖 转轮飞快转动 然后啪一声 何可待将转轮关进去 然后 他举起枪 向着自己太阳月的位置 哇 这个时候 谁都搞不清 何可待将转轮关进去的时候 那只子弹锁在转轮 到底是什么位置 谁都不知道 何可待将左轮枪的保险拉开 然后 用石纸 扣动了板机 大家才听到轻微的 啪一声 然后 个个都见到 那只左轮手枪 上面 那个保险的撞针 就向着 弹槽的直撞下去 哇 是 杀时之间 人人紧张到心都几乎跳出来 根据 究竟这一场 何可待一万鸡 有没有响到呢 何可待的性命 究竟如何 他和赵东风这一局 又是谁可以赌得赢呢 欲知后事如何 英日再说